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在社交平台即是Facebook那裡進行直播 最高峰的時候只有百多人收看 比我們平日星期六晚的直播還低 證明他沒有人聽他說話 所謂和你談 大家都知道談什麼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不需要再浪費這些時間 不過他在直播當中透露了一項信息 就是對於黃色經濟圈非常焦急 竟然猛批經濟圈搞不成 其實在邱大局長說這番話之前 先後已經有親建制的報章 以及在政協代表的文章 就是批評這個黃色經濟圈是無效的 老實說 如果這個黃色經濟圈是沒有影響力 沒有了道的 有鬼人理他嗎 對不對 我們先說說昨晚邱大局長說了什麼 批評的話 對於坊間出現黃色和藍色經濟圈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個不是香港信奉的那一套 質疑是憑什麼準則來判斷商戶的政治立場 商戶就應該用服務和品牌來吸引顧客 他就說 看不到黃色經濟圈是可以實際運作下去的 他還怕推行黃色經濟圈的人受害 為什麼呢 就因為如果人人都畫一個圈出來 第一個受害的人就是畫圈那個 試想一下 你要畫一個圈 這個圈由誰來決定呢 我想說出一個事實 世界上沒有一個經濟體是可以自己畫地圍牢的 以上就是邱大局長那一番的批評 我們一起分析一下到底有什麼玄機 首先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政界裡其實他們是非常之焦急 就是什麼 就是要暢淡 甚至乎是暢衰這個黃色經濟圈 有些政協就寫文章說 這個黃色經濟圈其實就是搞港獨 邱大局長又是什麼 你這個是搞不起的 看不到怎樣可以實質運作下去 老實說 你們這樣來批評黃色經濟圈 其實是變相一個endorsement 好像是為這件事背書 為什麼呢 如果真的是一件沒用的東西 神祖就無視了他 當他無盜就行了 不需要這麼隆重 三番四次這樣說 這件事是搞不起的 沒有用的 那你不停地說的目的是什麼 很明顯就被人感覺到 你是想把這件事扼殺於這個名牙狀態 真的怕他恐慌 搞得起的時候就大劑了 你是非常緊張 可以明顯看到 無所不用其極 帶一些港獨的帽子給他 或者不斷唱淡他 甚至乎唱衰他 你怕他成形 第二件事 邱大局長問到 憑什麼準則來判斷他的政治立場 很簡單 就是憑他的政治準則 不是憑什麼準則來判斷他的政治立場 比如說 這間餐廳裡 主要是說食肆 黃色經濟圈暫時來說 最大規模都是說食肆 到底這間餐廳裡 譬如說他有沒有掛一些標語 或者有沒有設置一些連儂牆 給食客來貼的言論 對不對 或者他們本身有沒有捐助 那些人道基金 無論是612或是星火等等 不限於這兩個 比如說他有沒有在食店裡 播放非TVB的節目 如果他播放TVB的人 就未必當他是黃店 你明白嗎 有很多準則 比如說他印的單據上面 有沒有寫一些五大訴求 途決一不可 那些香港人加油 反抗的標語 甚至乎有些餐廳 非常有特色 在餐牌下的功夫 一樣是大有人在的 就是憑這些準則來判斷他的政治立場 你就說要用服務和品牌吸引顧客 沒問題 現在人家就是用他的政治立場吸引顧客 裡頭不僅是野食的味道 而且還有人情味和良知 邱大局長 還有這些人就是畫地圍牢 老實說 你搞錯了整個概念 邱大局長 畫地圍牢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你只是畫了 就是我只是做黃絲的生意 你是錯了 現在這個黃絲經濟圈 或者黃色經濟圈 為什麼呢 就是說黃絲 只是光顧黃店 就不光顧藍店 沒有說過一件事 就是黃店不做藍絲的生意 是不是 沒有抗拒到這件事 你搞清楚 那怎麼算是畫地圍牢 對不對 商店本身沒有畫地圍牢 而是黃絲本身窄善固執 你先搞清楚這些概念 邱大局長 難怪沒有人看你的直播 是不是 說得夠夠 真的 人家的店鋪不知多受歡迎 黃店沒所謂 藍絲來來光顧 來吧 感染一下 感受一下氣氛 感受一下什麼叫良知 感受一下什麼叫人情味 好過那些冷冰冰 是不是 要有錢才去搞集會 沒有用 那些已經是 都不是出自你自己的真心 對不對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你這個邱大局長就說 看不到黃色經濟圈 是可以運作的 甚至乎對那些推行的人 是會受害的 我不知道到底對哪個人受害 舉個很簡單的 很經典的例子 紅磡兵室和龍門兵室 紅磡兵室眾所周知是藍店 龍門兵室就是黃店 黃到發金 是不是 似乎這兩間店鋪比拼的時候 龍門兵室是大排長龍 紅磡兵室是門可羅爵 那是什麼 似乎是藍店自己受害 是不是 藍店只是看紅磡兵室 已經整理了很多分店 是不是 那到底哪一間店鋪受害 是不是 而且你說受害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受害 因為這個是由市場自行調節 以及作出決定 剛剛說沒有受不受害 那些顧客喜歡光顧哪間店 為什麼會說成有些商戶受害呢 是不是 這個很奇怪 還有 現在這個黃色經濟圈 其實就嚴重影響了藍店的現金樓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做食店最重要的是那種 cash flow 但是那些錢全部摘下去 那些食材等等各方面 其實這件事就影響了他們 是不是 那你就說怕著這個黃色經濟圈 推行不了 沒有關係的 還有 黃色經濟圈是有助促進 那些紅媒的影響力是造減的 比如說他們看哪個電視台 不看哪個電視台 就已經是令到市民降低了被洗腦的機會 是不是 你想想這件事是多重要 所以他們就很緊張 大哥 你整天都不看某一個台 那麼那個台 就算被他奪得了都沒有用 得物無所用 是不是 還有 那些黃店裡頭 本身各種的文宣 嘩 耳如目耳 搞到那些黃絲的信念 就更加鞏固 是不是 更加堅定 更加奴不可破 還要碎 所以他們就不停唱淡 還有 還有 其實黃絲經濟圈 黃色經濟圈 到最後是什麼 是人數和購買力的比拼 這件事一定是黃絲佔優 為什麼 因為黃絲本身是社會上的主流民意 也是真正的大多數 而藍絲本身人又少又度縮 口爽荷包 掩著荷包跟你說支持 實情一元都不給 那就死定了 對不對 而且 這件事再運運作下去 主要是看什麼 看那些黃絲本身的毅力和決心 不是打嘴炮 只是在網上吹水 到底把這個信念 可以實踐多久呢 就是真正黃絲經濟圈 能不能實質運作下去的主要因素 就不是靠優大局長打嘴炮 好了 還有一件事 這個市場導向 其實是沒有對與錯之分 這個優大局長一定是明白的 是不是 就只有優勝劣敗 甚至乎張宇仁大議員 他怎麼說 他都說不介意有些商鋪 是扮王 為了適者生存 是不是 扮王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在裡面 扮得夠似 最重要是那些標語夠足 連龍牆都放在那裡 不要理會 就在那裡半桶水 扮王 實情 別人問你又說中立 又這樣那樣 扮王也不要緊 你扮得夠似 就行了 好了 第四件事 優大局長還有說到 他說攬炒 並不是一個健康的心態 他怎麼說呢 他說是否值得用 玉石俱焚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呢 就說年輕人攬炒的心態是不健康的 那為什麼你不回應這個五大訴求呢 對不對 五大訴求的目標已經非常清晰了 你不回應 那些市民有什麼辦法 用和理非的方式 就是用攬炒的心態來對抗 對不對 那些年輕人就是在遊行示威集會 你又看不過眼 就是要抓人 對不對 那現在市民用自己口袋裡的鈔票 去對抗 或者去抗爭 你又當他是攬炒的心態 如果這個真的是攬炒 那就是攬炒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始終來說 就是市場機制決定哪一間店 能不能夠生存 就算他是黃店也好 如果他那些東西是非常難吃的 是不是 是趕客的 始終都不能夠蓋過 就是政治的觀念都蓋不過 他那餐廳本身的品質 他一定是不能夠太差的 是不是 他一定要改善才可以生存 所以我都完全明白 你說這些攬炒心態 什麼什麼什麼 關你什麼事 你做局長 是不是 麻英不管是管雞仔 就是管這些黃店 藍店 多餘 還有 我們就預視一件事 喂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這個打壓的程度 只會是愈來愈加大力度 對於這個黃色經濟圈 除了是口誅不乎以外 還可能會通過一些力量 包括制度以內 和制度以外的力量 制度以外的我們也不說 是不是 因為我們目前還沒看得到 制度以內的包括是什麼 比如說他這樣 有些人打電話去投訴 比如說他去查牌 查老鼠 查商品 是不是衛生 這些事情 到底將來會不會發生 我猜 都不是沒有機會的 但最好你特區政府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你只會有事 激起民怨 對嗎 好了 祝願這個黃色經濟圈 絕狀成長 欣欣向榮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